神劍冠凶的傷勢雖重 但他的性命總算是保住了 還好咱們帶有不少療傷腎藥 略加調配之後 夫抹上傷處 加上療傷術法之功 我想他不出生日便可以康復 這是有勞子豐姑娘你的 就月兒一命的大恩 只好帶來日在寶 殷公子 我不夠盡己之能救一人之命 你卻是盡一人之人救天下眾生之命 相較之下 我幫這麼個小小的忙 何足道哉 我倒是從沒這麼想過 我只是覺得我爹鎖足之事 大事不對 就這樣傻傻的一路打過來 從來沒有想過什麼 要救天下蒼聖的性命 再說 如今神劍已斷 再不能瑕疵我爹復活赤油之徒 今後大甘如何 我是一點主意都沒有 一切在冥冥中自有定數 神劍會斷 像乃是天意 到了這個地步 咱們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未經之際 就只有強下 強在剩下傷邪 與令尊完成附身法儀之前 將他們全部打倒 只要無人行儀主陣 即使雙腳雙魂齊背 也是無用 可是 怎麼來得及嗎 令尊為何跳到這個時候復活赤油 就是因為正逢胸心浩隱 三百年陸主已是黃道天宮 天地間邪氣大妄之故 明浩身頂身頂天頂之中 胖是附身之矣的最佳時機 如今以此時刻還有十來天 借助正英大師的弑鬼搜索 一定可以找到他們的蹤跡 原來如此 換句話說 咱們這下子得防守為攻了 對 不過如今敵案我們 以應尊行事之名 要等我們會隨後追來 想必會只會剩下三邪 在路上設下陷阱埋伏 設法截殺我們 說得也是 以後可 以後可得步步為移 小心謹慎才行 英大哥 月兒 你這麼快就醒了 我怎麼了 我現在又在哪裡 我只記得我忽然間頭痛欲裂 看到了師父 然後 然後眼前就是一片黑了 你在神之不清之時 中了諸聖的邪法 之後 唉 一言難盡 總之 能夠救回你的性命 我已經很感謝上天保佑了 先不提這個 你心想覺得怎麼樣 一切還好嗎 嗯 全身沒什麼力氣 胸口有點痛 其他到底還好 我 我到底受了什麼傷 你被神劍後胸而過 靠著有持有的魔運煉氣護體 這才保住了一條小命 唉 這也倒吧 好不容易交給你們的神劍 卻因此毀了 無盡天庭已得止此事 三大神將 正在西田殿前 點兵訓令 這卻該如何是好 前輩 你什麼時候到的 此話當真 是豬 是豬警派神良效果傳話的 神劍義士 太師豬將等級認為的 世人無力阻止 持有復活 未免事後不可收拾 所以決定出兵討伐 他知道此局會造成何等後果 因此要我們趕在天庭出事之前 解決此事 那麼 或許人間 能可逼過此活 不論天庭出不出兵 我們本會盡力阻止見血 唉 那麼多此一局 就令我們時間更加緊迫 殷大哥 神劍 神劍 神劍什麼時候斷了 你已經拿到 九一天真之劍了嗎 嗯 在你神劍抵手的時候 拿到的 後來因為分魂大法之物 我們在你魂中的持有的天魂 平衡在你身上 向我們襲來 我迫不得已 只好以神劍刺入你胸口 雖然成功逼出持有的天魂 但神劍抵受不住持有的邪力 進了就此 斷成兩劍 殷大哥 對不起 就因為我的緣故 你一心一意尋找的神劍 就這樣毀了 或許 或許就如我大師兄所說的 我真的是個不祥之女 自我女相識以來 不知為你帶來多少兇險劫難 或許當初 我就該死在襄陽城的 那麼神劍也就不會 神劍怎麼了 莫非是斷了 咦 這是應該會是 太遠城中 遇到那位老前輩 不簡單不簡單 你們還記得老子我 不忘老子大老遠的 你們找個鐵匠來 來 原來是不禁老前輩大廂光臨 此地遠屁已急 前輩一路來此 真是辛苦了 哎 這路才是遠先 但這位鐵匠老兄對路 撩落執掌 由他態度 走來到不辛苦 不不不 老子的意思是 以老子的神通修為 一路醒來 這乃是輕鬆自得 尤如 以後山頑水啊 是 是 前輩的修為能通天 通天地 這小小的地界 當然難不倒前輩 前輩 你說 替我們帶了個鐵匠 可是幫我們來修建的 修建 啊 對對對對 當然是修建這整大事啊 不然 難道是特地來這裡 修過補照的 前輩 你整隻神劍斷折的事 老子天機神算 早就料到 你們有此麻煩 是 是 哎 牛皮吹不下去了 老實說 是老子背後這位鐵匠老兄 托我帶他來找你們的 是這位鐵匠先生 拜託前輩帶他來死的 是啊 他說他夜裡給神仙託夢 說你們在地界有了大麻煩 一定要老子帶他來找你們 本來老子以為他在發癡 然後知道一路醒來 到底倒像是他老家一般 說著說著 就找到你們了 哎 剩下的 就讓了血匠老兄自己說吧 小人 名叫賞鷹 是個裝打兵器的鐵匠 前幾天有位大仙來託夢 說有一柄神兵 因故損毀 非得要小人來修不可 還是說這位老贤輩的名字 和來此的入境 小人 不敢誘回神命 就催著這位老贤輩 匆匆趕來了 原來如此 我們這位失去這柄神劍發愁 既然先生 得領神域 那 可就真的有救了 不敢 小人 敬你何為便是 那 神劍斷片 請先讓小人過目一返 自當如此 嗯 果然是九一天存之前沒錯 至於這損傷嘛 怎樣 能夠修復嗎 修 是冷修 不過也花上好一大一番功夫 首先這神劍 乃是以七色十字打造而成 這七色十字 一經龍珠 便 引刃無比 並非尋常鐵路所能燒滑 怒妖重新龍珠此劍斷出 非得那致弟弟 沖灌七人的天火至焰才行 你說的是地界三奇景之一的七人天火 正是 幸好那七人天火 就在這附近 倒還不是問題 不過 練劍之時 鋼氣大聖 恐怕 會吸引四方妖魔奇聚 大肆危險 須得諸位在外護衛才行 原來如此 這正然不成問題 即使如此 便請各位 隨小人前往 七人嚴苦吧 等等 不知這位大俠 又何指教 格小自稱只是一介鐵匠 雖對神劍與地界 諸所知 之之甚香 單憑神月頭目之眼 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格下究竟是何方神聖 在下不猜 卻想弄得清楚 不敢 小人 真的只是一介鐵匠 大俠腰上的龍牙劍 如果有何損傷 小人 也可一併修理 啊 原來 原來是你 太好了 既然你都來了 我就可以放一百二十個星了 嗯 之前言語都有得罪 都怪我這人一性太重 還光見諒 這位大俠 小人奴頓 您剛才說的這些 小人可是半句都聽不懂 殷少俠 神劍修復之後 您可以好好愛惜 別再老闆這位鐵匠老兄了 眼下沒我的事 先走一步了 這位英雄 咱們這就走吧 嗯 還請先生帶路 跟我來 這就是青燈天火 這就是青燈天火 來 這我可有點搞不懂啊 奇燈天火的奇燈其實是七千燈之一 他之所以能充灌天地 再與其燕俱戀而樂不外散 因此燕旁 因此燕旁 絲毫不覺嚴肅 燕內 卻炙熱異常 尋常津鐵 入此清炎之中 眨眼便急消龍殆盡 此為七燈天火的生意之處 天地造物之起 真是令人嘆為官職啊 他若沒有龐氏 小人這就開始修建 重組端見 絕許聚精會神 一旦分析 便可能前功儆棄 因此 稍後便請諸位到洞外所獲 在為了小人糊弄之前 誰也不許進洞窺探 再想明白 除此之外 小人有些話 想私下和殷公子談談 除殷公子之外的在場主委 現在便請退出洞外 大夥就先到外頭等一下吧 我馬上就到 嗯 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殷公子 重駐神間 許以清熱天火的烈焰笑容 以及神烏精靈 揮月魂石 赤煉火筒 翡翠必殺 冰花紫巾 火嶺冰石 烏光玄鐵等七件正義寶物 煉成的七色陰弱 來醉捕斷出 殷公子 因為能煉出七色陰弱 已是十分難得 然而 除此之外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材料 找入在你身上 這 在我身上 是的 最後一件材料 便是你的魂魄 我的魂魄 神劍的真理 不是來自龍祖奇形的七色瑶石 也不是來自於天地遇刺的天經玄文 而是來自於風露劍內的禁魂之令 神劍的繼承者 秉足足心施欲 以意味天下昌生 造福了仁師禁念 才是神劍的真正之願 沒有魂魄的神劍 突具破血之能 本身 卻脆弱有理 與邪力一碰極斷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無所謂 為了重現神劍之位 消滅這場 令森林土壤的災禍 在下 在我犧牲一命的覺悟 呵呵 所謂的瘋魂 並非因你深深 把你的魂魄拔走 只是把你的魂中的靈魂 劃入劍中 使劍與你心意相連 如此原本只是人鐵的神劍 才擁有魂與命 在你的手中 方能發揮它的正力 這原是繼承神劍的瘋魂之一 此刻 承著重鑄斷劍 正合一氣合成 啊 越來如此 這就請先生動手 去魂鑄劍 再下絕無意義 等等 還有儀式你不可不知 完成瘋魂之以後 神劍便與你同魂共命 一旦神劍再次毀壞 身為神劍之主的你 便跟著魂魄滅滅散 無可挽救 神劍本身有無窮的力 但強弱全看瘋魂的氣 他弄你不知兩力 讓你以神劍之位 和敵人以利相平 其承受不了力 那便人只有劍毀神滅意圖 多謝先生教誨 於此在下 便會牢急於心 好 咱們這就開始瘋魂之以 閉上雙眼 心中 什麼都不要想 是 你醒啦 感覺如何 呃 再下去的 全身乏力 甚至恍惚 好像魂不附體一般 沒錯 這就是瘋魂之以中途的症狀 因為你的靈域 尚未完全與神劍化為一體 等到神劍修復完成 這些不適 並會不要而遇 誒小子不好了不好了 誒你還好吧 這叫你臉色 發白跟無常鬼一般 晚輩沒事 前輩外套 發生什麼事 老子用天眼中看到有一大批妖魔症 朝這裡醒來 想必是尋咱們會去的 本來有敵來一起二華步說開打便是 當你耐詢夥伴跟你跟了酒 沒你帶頭就有點不知所措 又會見你在洞裡半天出不來 擔心你出了什麼事情 而硬是推卻老子進來看看你啊 原來如此 完備 這就出去和大夥會合 恩公子 此刻你的體調有異 貿能處展 大事不妥 這個在下明白 不過既然有敵來襲 在下也不能讓夥伴在外抵擋 而在此畏縮不出 那你可以再小心一點 別讓我在此的這番苦共白費了 這個在下明白 那麼神劍就有勞先生了 好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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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們是躲在這,雖不知究竟是何方神聖在幫你們重鑄神劍 但可不能讓你們趁心如意 誒?這可不是打案你腦鬼嗎?好久不見啊,你什麼時候也落劍前門下 無際腦鬼,那是你孤陋寡文,少見多怪 少囉嗦,咱們手下分個爭章吧 這麼快就要開打了,好,老子就拼,玩個兩手 前輩,你也要出手嗎? 哈哈,老子來都來了,反正閒著就閒著,把你們打個兩場也無所謂,老子去 羽爺 啊,啊,怎麼了?又是敵人偷襲嗎? 沒事,這是重鑄神劍瘋魂之一 我想一回合神劍完成後就沒事了 那,那麼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我知道了 咦,怎麼,好像有什麼東西,忽然鑽進我的心窍之中 糟了,會不會是敵人的妖書 不,如今,如今我覺得腦筋清楚多了 全身也充滿了力氣,想必是田家先生,將見鑄成了 嘿嘿,就到此為止了 讓你老鬼,看來今天就是你惡慣滿英子的 有什麼疑言就趕快說 看在和你認識多年的份上 多少幫你料理一下後事便是 我明皇待一活了四五百年 何時需要過牧之明呢? 這回不過是在捨棄的肉身 今後下次撕還大法的機會罷了 哼哼,說來好笑 本座倒要多謝你們 助我解脫見血的黑血魔爐之福 這些日子以來 本座受他的氣,也受夠了 黑血魔爐之福 你背下那種玩意啊 此次說來話長,不提也罷 只可惜下次本座附身之時 不見老鬼 你大概已經歸西極了 沒有機會再續舊事啦 哈哈哈哈 槍弟一推,咱們快回洞里 看看鐵匠,鐵匠先生修建修的如何了 恩 鈴公子,可喜可惡 神劍已經修覆 於此便原物奉還 多謝先生 鈴公子 神劍雖然威力無比 但他並非無所不忍 諾逢敵勢強大 切記 不可視神劍之為飲品 須得先以包巢為己 消備其力 再以神劍行作或一劑 倘若難事忘用 以致神劍再次斷折 其後果,小人先前都已說過 還望鈴公子戒聖謹記 不可或望 是 先生所主 在下必定鳴記在心 那就好 如今小人職則已了 咱們就此別過 但願鈴公子此行事後 祝事順利 讓人間得保太平 在下只當盡力而為 那邊萬事拜託了 先生 鈴公子 後悔有期 呃 天啊 鐵匠先生 走走走走走 走進了七任天火之中 啊 我知道這位鐵匠先生是誰了 原來是他 也難怪 當地事實上也只有他 在那修好九余天尊之劍 這麼說來 莫非這位鐵匠老兄是 人入七任天火而不殺 他必是掌 天下萬火諸焰之尊的火神助龍 當初九余天尊之劍 便是出自他手 想是他怕違背天條 是以花生一位鐵匠前達修建 唉 他這方用心良苦 咱們可是萬萬無法暴打了 蛤 那會跟著老子來此的鐵匠老兄 便 便是火神助龍 此風姑娘 這是真的嗎 嗯 雖然說不上是十分 但我想八成不會錯的 嘿 不見前輩 老是你自負法隱無雙 這回看走眼啦 嘿嘿 這也是沒辦法 這是啊 老子便 再怎麼神通廣大 也不可能與真正的天仙較亮啊 哎 不過再怎麼說啊 神劍修復總是喜事一種 別的就無所謂啊 啊 咱們光是注意這個 都忘了修復神劍的本意 咱們快到地劍宣號去 藉著神劍之力 相信這回 地人順利阻止我爹 嗯 往懸海的路就只有一條 咱們就往那裡行去 一路上再請真英大師 以誓鬼之助輔助 我想一定可以順利找到應尊的 事不宜遲 咱們就走吧 唔看到了 那就行了 都藉著我